大家好,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 鼠女如何看待老牛吃嫩草 为此,我专门采访了三位女士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们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位刘盈,今年35岁了 她说,她小我6岁,是我的同事 我因为毕业后才读研的关系 工作比一般人晚了些 所以,进场时间比她还迟一年 她被安排带我学习岗位三个月 就这样认识了 那时候,机组大修 几个人天天一起上班 加上我有打游戏 所以,下班后就经常一起玩 而且就我一个女生 因为单位女生特别少 玩游戏的,就更少了 她们开始以为我很菜 没想到我玩游戏的技术还行 平时,学习也很认真 所以,其他活动也喜欢叫上我 一起出去吃饭 去唱歌等等后来有一次 过端午节 出去玩了回来 已经很晚了,才回单位宿舍 她给我发微信表白 我不知怎么回复 过了一会儿,就来轻轻敲了我的门 我打开后,她就进来抓着我哥哥 直接抢吻了我 我直接吓到了 难道年轻人都这么玩的吗 然后,跟我继续表白的时候我吓哭了 以为她对我图谋不轨 还好我当时来那个了 不过,她也是第一次这么激动吧 当时都感觉到她自己也紧张到发抖了 其实我原本不想跟比自己小的男人谈恋爱 因为我的经历让我比同龄人都成熟一些 而且,更不想跟同事谈恋爱 如果谈崩了,上班就很尴尬 但是她跟我说了好多 就是说要试试给她一个机会 我估计当时也上痛了 正好我也刚从一段学生时代的苦情恋爱中解脱出来 处于感情空窗期就迷迷糊糊答应了 当时身边的人都没想到我们会在一起 毕竟年龄悬殊不小 我父母一开始也特别反对 他们觉得我生是疯了 我还以为他父母会不同意呢 没想到他家人竟然支持他 说起来这件事 我一辈子都会感谢他的家人吧 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会偶尔争吵一下 那时候我刚来公司 很多事情应付不来 烦恼特别多 加上被前男友伤害特大 后面虽然是我忍受不了单方面决裂 但对我情绪的影响也还是很大 所以也无形中影响跟他恋爱时的状态 不过他真的比我想的懂事 比我想的认真啊 包容了我很多 甚至在同事的质疑声中 也义无反顾站出来维护我 他说他很爱我 不会管别人怎么想 怎么说 因为觉得我值得 另外在亲密关系方面 可能是由于还年轻 他精力非常旺盛 有时候折腾一晚上都不累 和我前男友相比 确实还是年轻身体好 不过他技巧方面比较欠缺 很多时候都是靠我的引导 平常有的同事会开玩笑说他 只会吃软饭 而他就会不在意地说 你们又不知道软饭有多好吃 不过我们甜蜜的时候会很甜 吵架呢也真让人绝望 但是他还是一直在努力学习 如何做一个合格称职的老公 我只能多给他一些耐心了 第二位陈瑜 今年34岁了 他说他是一名健身教练 我是他的私教会员 从第一天上他的课 就觉得他好帅好可爱呀 但我一直觉得不太可能 毕竟年纪差太多了 他还在读大四 我已经硕士毕业工作快三年了 后来一起约饭看电影 我感觉他对我应该 也有那么点意思 有的时候他还会给我做健身餐 送到我工作的地方 每次送来的饭菜都用心搭配 水果都是包皮去和切好的 办公室的同事看到了 问我 他该不会是想追你吧 我说 我要是再年轻了五六岁 我就追他了 在一起后我才知道 他特地为我买的饭盒和保温袋 而且做一次饭特别不容易 后来他对我说 这辈子的饭他都宠饱了 他养我 刚开始在一起后 他也简直要把我宠上天 我说想喝咖啡 他马上买来送到楼下 顺便给我一个爱的抱抱 我看中了一个手办 店里缺货了 他用手机记下来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 我顶着一头油油的头发 满面油光去见他 我指了指自己的脸 什么都还没问 他就说 好看 别问 问就是我爱你 而作为年轻的健身教练 他那方面也没得说 虽然幼稚了点 但是年轻人干劲十足 时间九次数多 在一起后 他的手机锁屏壁纸 桌面壁纸 朋友圈背景 甚至输入法的主题 都换成了我的照片 没事就看他 把手机屏幕点亮 傻乎乎地看着手机傻笑 而且他特别爱偷拍我 经常趁我吃东西 开车或者趁我回头的时候 抓怕 用各种直男角度拍我 还不给美颜 拍完后还一直盯着看 说 你怎么这么好看 我说你那是被爱情 蒙蔽了双眼 多年以后 你再看这些照片 就会想 我当时是不是瞎 他说 多年以后 我再看这些照片 就会感叹 我当初花了多少幸运值 才遇到你 不过相处时间长了 才真正体验到 他其实不懂你的委屈 不珍惜你的付出 爱你的优点 却不能包容你的缺点 对爱情抱着绝对浪漫的幻想 不能容忍一点不完美 不怕失去 因为年少轻狂 最伤人的是 你把他当亲人 当爱人 当一辈子 互相扶持的伴侣 他却告诉你 他陷得不深 所以要记住 永远不要和不成熟的男人谈恋爱 不然就是陪他长大 等到他从你这毕业 会变成更好的人 去爱另一个人 第三位杨元 今年37岁了 他说 他比我小八岁 之前他从群聊里加了微信 但因为比我小 我从来没考虑过 那天去吃饭 偶遇他 我认出了他 比朋友圈里更帅气 更阳光 我以为他认不出我 毕竟朋友圈照片 都是精修过的 而我那天 打扮很邋遢 结账时 他站在门口 歪着头问我 你是不是没有认出我来 毫不夸张 我瞬间脸红了 我一个80后的老阿姨 大概已经有三年 不曾脸红过了 当时我就知道 我心动了 晚上微信他和我聊天 其实能感觉到 他年轻 有朝气 很会关心人 我和我身边的人 是疲倦的 随着年纪增长 不愿意去 随便付出关心了 但他还小 带着一股冲劲在往前 让我感受到的是温暖 以及被在乎 好像又回到高中 那个穿白衬衣的男生 写了张纸条 不管多远 也想传到你手上 只为了问你 早上吃饭了吗 很单纯的喜欢 很单纯的对你好 在一起后 他知道自己比我小 但反而更愿意 去付出去照顾我 好像做得多 就能显得比我大 可以让我依靠 别人看着年轻还行 但每次发生关系的时候 特别的温柔 不像是一个猴急的年轻男人 我感觉自己捡到宝了 从未想过 我真的找了个小鲜肉 在我们的社会里 年龄常常被用来作为 衡量人生阶段和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 当我们谈论爱情 尤其是恋爱时 年龄并非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我一直认为 真正的爱情 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更无法用年龄来限制的 爱情 是一种情感的体验 是一种心灵的契合 是一种生命的共鸣 它超越了年龄的界限 超越了时间的束缚 超越了物质的限制 在恋爱中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它并不能决定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深度 也不能决定 他们之间的情感质量 有些人年纪轻轻 却能体验到深深的爱情 有些人年纪老大 却仍在寻找真爱 有些人年龄相差很大 却能拥有幸福的恋爱 有些人年龄相近 却无法找到真正的心灵契合 这些都说明 年龄并不是恋爱的决定因素 真正的决定因素 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是他们的理解和接纳 是他们的共享和共鸣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 在中国的小慧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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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